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壮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 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 我就俯伏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 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 就是朝东的门 这就是外东门 圣殿区大概是一个长跟宽 各500轴 一轴是零点五公尺 所以就是一个长跟宽 各250公尺的区域 由这个围墙围起来 那围墙有三个门 三个外门 就是外北门 外南门 外东门 所以那个进了外门 到围墙里面去 叫做外院 然后从外院 还要再进三个内门 就是这个内北门 内东门 内南门 进去之后 才叫做内院 那一般老百姓呢 只能待在外院 连国王也只能待在外院区 那不能进到内院区 内院区只有立位人跟祭司 才可以进去 所以41章跟 之前在前面几章 讨论了40章到42章 讨论了这个圣殿的结构之后 现在呢 上帝就要带以西节去看见 耶和华的荣光 如何重返 这个未来的新的圣殿 因此呢 第二节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 祂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 地就因祂的荣耀发光 之前在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以西节在异象当中 看见耶和华的荣光 怎么样从圣殿 的东门离开圣殿区 甚至离开整个伊路撒冷 到橄榄山去 那如今神的荣耀同在 重返圣殿 也是从东门进来 以西节说 其壮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 我所见的异象 这在第八章到第十一章 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见的异象 指的是 在这个第一章的时候 这个以西节所看见的耶和华 是一个坐在审判宝座上的荣耀上帝 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见的异象 我就浮浮在地 耶和华的荣光 从朝东的门 指的是外东门 然后照入圣殿当中 第五节 灵就将我举起来 带入内院 为什么呢 因为以西节没有办法走外东门 跟着上帝的荣光 进到外院又进到内院 因为东门 这个外东门只有上帝 他自己可以走 因此呢 外东门平常是关闭的 所以灵需要特别把以西节举起来 把他放进到内院里面去 观看上帝的荣光 如何从外东门 内东门进到内院 然后进到圣殿 第五节 他说在这个时候 不料耶和华的荣光 已经充满了整个圣殿 第六节 我听见有一位 从殿中对我说话 那一位就是耶和华上帝 我听见有一位 从殿中对我说话 有一人站在我旁边 人子啊 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在这里住 在以色列人中 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 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 就是行邪淫 在西安的高处 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 是他们的门槛 挨尽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框 挨尽我的门框 他们与我中间 紧隔一墙 并且兴可憎的事 玷污了我的圣名 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 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 远处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这边让我们看见 就是说上帝非常憎恶 憎恶这些 以色列以前这些败坏的君王 在以前所罗门所规划的 圣殿跟圣城的这个区域里面 圣殿跟王宫是黏在一起的 中间只有一道墙分开而已 所以他说上帝他厌恶这些 败坏行邪淫的君王 而这些行邪淫的君王 他们死的时候 都是死在他们的王宫当中 那因此上帝说 我不要以后未来新的圣殿 是要跟国王的王宫 远远的分开 上帝不要这个王宫 跟新的圣殿 未来也仅只是一墙之隔 因此这是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设计跟构造 人子啊 你要将这殿直视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 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 你就将殿的规模 样式 出入之处 和一切形状 典章 礼仪 法则 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上 使他们遵照 殿的一切规模 典章去做 也就是说 如果以色列百姓 他们没有好好的悔改 那你也不用帮 不用把这个新的圣殿的意象 跟他里面的一切的尺寸 还有新的格局 这都跟以前所罗门时代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上帝有一个理想的圣殿 应该要表达的分别为圣的这一种态度 都会彰显在新的圣殿的格局跟做法当中 那以及新的圣殿被建起来之后 里面的立威仁祭司 还有君王百姓 他们怎么样 在里面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礼仪 跟敬拜的方式 还有规矩 这个都要告诉他们 所以如果他们愿意真实的悔改 你再告诉他们这一切 如果他们不悔改 不用跟他们讲了 因为我也不愿意跟他们同住 殿的法则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 四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 这就是殿的法则 以下梁祭坛 是以轴为度 这轴是一轴零一掌 底座高一轴 边宽一轴 四维起边高一掌 这是坛的座 从底座到下层凳台 高二轴边宽一轴 从小凳台到大凳台 高四轴边宽一轴 坛上的供台高四轴 供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脚 供台长十二轴 宽十二轴四面见方 凳台长十四轴 宽十四轴四面见方 四围起边高半轴 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轴 台阶朝东 在以西节所看见的异象里面 整个伊路撒冷的中心 就是圣殿 那王宫已经被隔开了 不在圣殿旁边 是离圣殿有蛮长一段距离的地方 被隔开 也就是说在神给以西节的异象里面 整个未来的新的世界 是以圣殿为中心 而不是以王宫为中心 十三节 以下要量祭坛 是以轴为度 那这轴是一轴零一长 所以呢 轴有大轴跟小轴 我们之前有讲过 大轴大概是51.8公分左右 小轴是四十几公分 所以这边特别讲一下 那接下来的度量 可能是以大轴为准 那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就取一个折衷 就是大概一轴 大概是50公分左右 那先讲有关于祭坛 那这个祭坛会比 以前的那个摩西时代的 铜祭坛大非常多 这个祭坛整个立起来的高度 大概有三到四个人的高度 那这边让我们看见 整个祭坛有层层叠上去 然后由宽变窄的一个梯形 最下面是底座 然后接下来十四节告诉我们 底座上面是大凳台 大凳台上面是小凳台 小凳台在上面叫做供台 那供台就是烧这些祭肉的地方 那整个高度蛮高的 我们讲说他 比摩西时代的统祭坛高出非常多 所以呢这么高 所以需要祭司上去 到这个供台烧这个祭物 需要有台阶 而台阶是朝东 就是朝正门的方向 整个圣殿的设计 都是朝向东方 所以东边是正门的方向 那因为他很高 所以需要台阶 就跟摩西时代的祭坛不一样 摩西时代的祭坛 矮非常多 所以不需要台阶 是用一个陡坡上去 那现在因为这个太高了 用陡坡 祭司上不去 所以需要有这个台阶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建造祭坛 为要在其上献繁祭撒血 造成的时候 殿章如下 你要将一支公牛毒 作为赎罪祭 给祭司立位人 撒都的后裔 就是那亲近我 侍奉我的 你要取些公牛的血 抹在坛的四角 和邓台的四拐角 并四围锁起的边上 你这样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 公牛毒烧在殿外 圣地之外预定之处 次日要将无残疾的 公山羊献为赎罪祭 要洁净坛 像用公牛毒洁净的一样 洁净了坛 就要将一支无残疾的公牛毒 和羊群中一支 无残疾的公棉羊 奉到耶和华前 祭司要撒盐在其上 献与耶和华为凡祭 七日内 每日要预备一支公山羊 为赎罪祭 也要预备一支公牛毒 和羊群中的一支公棉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七日祭司洁净坛 坛就洁净了 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 满了七日 自八日以后 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凡祭和平安祭 我彼悦纳你们 也就是说 把这个新的祭坛造好之后 要用这个献上公牛毒 做赎罪祭 然后他的公牛的血 要抹在这个坛的四角 供台的四角 以及下面一点 凳台的四个拐角 以及这个坛的周围 四边的边上 都要抹上 这个赎罪祭公牛的血 这样就是洁净了 这个新建造好的祭坛 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二十二节 次日还要将公山羊 还有公牛毒 还有公棉羊 也要来献祭 将一年七天 在新的祭坛建造好之后 要这个除了第一天 用一支公牛毒的血 这个捷径祭坛之外 接下来连续七天 要献公山羊 公牛毒跟公棉羊 来献祭 所以呢他告诉我们 到了二十七节 满了七日之后 加上第一天 总共是八日 自八日之后 祭司要在坛上 献你们的凡祭和平安祭 我必悦纳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的态度没有改变 你就不会将新的圣殿 启示给百姓 因为没有意义 也没有必要 主若我们愿意 好好的回转归向你 你的荣耀就愿意重返 耶路撒冷的圣殿 因此主我们有时候耳朵发扬 想知道一些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 想知道一些神的奥秘 神对教会的心意 但是主我们如果里面的人是污秽的 我们的生命生活态度 是不讨神喜悦的 主你就不会跟我们说话 你也不会将关乎我们的事情告诉我们 因此主我们要详细保罗所说的 在罗马斯路所说的 一个人怎么样才会明白神那良善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呢 要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因此我们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 先献给神 神才会把关乎我们 那伟大的旨意告诉我们 因此恳求主改变我们的态度 我们就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淡江教会多年来 推动圣经普及化的运动 希望让圣经的真理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们除了在网路上 制作各种的圣经节目 服务全球的华人教会 现在也在各地开始建立 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开设实体的课程 为神的国度培育更多的人才 请立刻上网 或在脸书Facebook 查询淡江教会教育中心 报名各类精彩而实用的课程 就让我们一起 装备现在改变未来